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着四位数的存款 现在好歹也是六位数的密码 保护着七位数的存款了 可别小瞧这几位数的区别 小数点落在哪里才是关键 这可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白银呢 可以说 拆迁款让刘能家一下子从全村最穷变成全村兑富 有了钱的刘能 再不肯去工地打混凝土做苦力了 媳妇劝着忧着点花钱 她说怕啥 咱也享受几天好日子 他们买了家具装了空调 买了新衣服做了新发型 走路都是昂着头的 可能是以前苦日过怕了 被人看不起的日子也过够了 刘能两口子一心想着扬眉吐气 刘能两口子现在恨不得 让所有曾经看不起他们的人 都能好好的睁大双眼 看看他们发达过后的样子 刘能开回一辆奥迪A6的时候 全村都能听到他按喇叭的声音 几乎每经过一户人家 他就要夸张地按次喇叭 平常五分钟 这就够的这个车程啊 他就要开到这个村庄头 开了一个钟头 又是散烟又是散堂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归国华侨 荣归故里了呢 有了钱的刘能两口子都迷上了赌博 人家是上阵父子兵 刘能家是赌场上夫妻俩一起上 每天在街上吃了牛肉面 左连右舍都能看到 刘能两口子简直比上班还积极 老早就来到了村口的棋牌市 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人家开门 一开始 这刘能夫妻俩只是打打指牌 和麻将消磨时间 一天输赢不过几十上百块钱 后来两口子都觉得 这样小打小闹的没意思 就偶尔开车去县里的赌场玩 县城赌场大也排场 一个比一个看起来财大气粗 而且谁也不认识谁 赌起来更加毫无顾忌 为了增加胜算 刘能两口子团结一致 坐一张台子上 他们可谓是革命般的友谊 每天同进同出 同生共死 奋战在赌博场上最中间的台子上 炸金花斗地主灌蛋 刘能两口子从不会到无师自通 到精通 到技术 达到炉火纯青 不过用了区区两个月时间 一开始赌的也不算大 几百上千的输赢 刘能两口子玩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那时他俩运气好 总能是赢多输少 甚至有不少人 开始封刘能夫妻俩为赌场双侠 这让刘能更加自信 更加膨胀 还以为自己真的是赌神转世 随着赌注越来越大 刘能夫妻俩陷入了赌博的这个瘾 也越来越深了 心态也越来越浮躁了 夫妻俩经常是兴致勃勃的出去回来 却经常的是哭丧着脸 说到底赌场又哪里有真正赢家呢 古人说十赌九书 自然是经过历史千锤百列验证过 血淋淋淋的真理啊 当刘能输掉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村长大人呢 这苦口婆心的劝他夫妻俩 五个孩子还在读书 将来娶媳妇嫁闺女都得花钱 怎么能傻到把钱白白送给别人呢 可这话对于书红了眼的楼能夫妻俩来说 自然是挺不进去的 他们越读越书越书越读 这运气的东西啊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村长的话没用 刘能老娘的话也不管用 甚至连五个孩子 齐齐跪在地上 以死相逼 求夫妻俩收手 都没能阻止刘能夫妻俩 企图靠赌博翻身的痴心梦想 无语有云 上帝要让谁灭亡 必让贤其疯狂 果然是成不起我 书红了眼的刘能夫妻俩 先是问亲戚朋友借 这有不知情的亲戚啊 以为他老娘生重病 孩子上不起学 好心的接他们三千五钱的救急 三千五钱 能解决生活中的许多小事 但却堵不住赌场的窟窿 这点钱在牌桌上 真的只能算是毛毛雨 刘能夫妻俩输光他们的时候 连个泡泡都没冒一个 那时候搓里人时不时的被刘能夫妻俩上门求的借钱 救急呀 但知道他家底细的人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将钱借给他们呢 那不明买的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吗 那时候搓里人看到刘能两口子 赌场上一掷千金 生活上却只买最便宜的馒头充气 都忍不住背后骂他们不争气呀 所以当刘能夫妻俩按电梯上的小广告 搞上套路袋的时候其实也并不意外 刘能夫妻俩到底借了多少 村里人不得而知 但看着每天打扮的跟黑社会青年式的讨债人 一会接一会的上门讨债的情景 想必金额不算少 那些天每次看到身上纹着青龙白虎的小青年 拿着钢管电棍砍刀 村里的小妇女们都赶紧把自家的孩子往家拉 实在是太恐怖太吓人了 据刘能隔壁邻居良大爷回忆 那是每次讨债的人来刘能家的时候 刘能家就跟鬼子进村似的一片狼藉 电视电冰箱被砸了 桌椅被摔了 就连刘能儿子学习用的笔记本 也被那伙人强行搬走了 每次那伙人来的时候 刘能的老娘都气得浑身发抖 嘴里一个劲的骂着造孽 而刘能的五个孩子躲在房间里大窍不敢出 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刘能夫妻俩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死在村上齐白市的一个一百米的草垛上 等第二天村里人发现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已经僵硬了 而在他们不远的地方散落着喝了一大半的滴滴威 刘能贴身的口袋里 他留的遗书只有区区几个字 我赌博害死了一家人 我该死 刘能夫妻俩上山的时候 村里去了很多人 也有讨贷公司的人 村里人对他们的死有同情落泪的 也有叹息无语的 还有跟他一样有赌博爱好的 心下惶恐的 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 却又什么都说不出口 毕竟作孽的人已经死了 其实拆迁给我们村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房子高了 路修宽了 以前舍不得吃的喝的 现在也舍得买了 但总有一些人被天上掉馅饼 砸坏了脑袋 把好好的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狼烟似起 想起来也真的是可悲可叹 意外来的钱是运气 用好钱才是本事 要想过上好日子 还得脚踏实力 切不可好高骛远 你不错 不不错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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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